好 主持人觀眾 今天下午在雙北地區是下起大雨 而且還不斷地伴隨著雷聲 在台北市大同區忠孝國中 裡面就有一棵保育老樹 是耐不住風雨瞬間地向外來傾倒 當時電視鏡畫面也拍到 這個大樹是直接往外來倒 重壓到行機的兩輛轎車 就連紅綠燈也都被壓垮了 先來聽一段稍早前受害車主的訪問 當時的情況是我已經紅燈準備要左轉 對 那左轉之後就發生 就突然就車體震動巨響 我以為是後車垂撞 對 然後後來定程一看之後 才知道是陸數倒下 有嚇到 看到是怎樣的情況 然後形容一下 就是 對 就是新聞上以前看過的畫面 想不到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好 就在下午2點04分呢 在大同區新寧北路跟長安溪路口 這棵路樹是直接的倒塌 而且是壓毀了學校的圍牆 還有路口的交通號制 當時行進的一部自小客車 跟一部小貨車也是通通被壓垮 鎖性裡頭的駕駛都沒有受傷 而這個救難隊員 也是第一時間的到場要來排除 因為這個樹是完全擋住雙向的交通 當時這個雙向車輛都是無法通行的 那警察要是趕快到場來維護交通 並且現在也是陸續的用吊車 都來把這個倒在路上的路數來做清楚 以上到現場的詳細情形 先把時間鏡頭交換門內 用吞煮